警方藍查到假車牌 立即依法扣車 為了避免假車牌在大馬路上橫行 台中市交通警察大隊 8月份進行禁牌專案 針對使用吊銷 駐銷的牌照 或者是牌照借其他車輛使用 以及使用別人車子的牌照 還有牌照吊扣期間還繼續行駛 甚至是使用假車牌等各種牌照違規使用案件 光是短短一個月就成功取締一千三百八四件 其中七多件涉及偽造車牌 不僅將使用人依法送辦 配合行政單位合力溯源 成功破貨上游製造和販售等兩大源頭 避免不法人士運用偽造車牌 進行更多的違法行為 因此警方大動作取締假牌 期盼能夠有效地惡阻歪風 民眾如果發現車牌被不明人士偽造使用 務必要趕緊報警配合調查 保障自身權益 透過警民聯手防堵治安和交通安全的漏洞 為了使用人士沒有人士偷取締假